女孩惊恐地发现 自己物理老师不是正常人 她的房子里只有一张未开封的床底 并且衣柜里全是相同的衣服 整个房子干净得非常诡异 就像从没有人住过 更恐怖的是 厨房隔壁的地下室竟有诡异女生 墙缝里还透出丝丝紫光 女孩艾玛心里正发毛屎 老师突然找到了她 还严肃地问艾玛 是否觉得自己从来不属于这里 说着就要去摸她 艾玛被吓得一激烈 直接转身逃离了这里 她找到同伴说出自己的所见 轮以哥告诉艾玛 物理老师是当年陨石砸向小镇后 才突然出现了 对方一定在地下室里 干着什么不可告人的坏事 于是晚上 艾玛带着同伴再次来到老师屋外 恰好对方正要出门 艾玛当即要同伴跟踪老师 自己则去地下室查看 如果有情况立刻给自己打电话 艾玛走到了地下室门口 这里紫光更加明显 可没想到另一边同伴米拉发现 老师只是去诊所买药 然后立刻就要返回 米拉赶紧给艾玛打电话 可没想到艾玛的手机却在车上 米拉当即决定回去找艾玛 而与此同时 艾玛正要进入地下室 可老师已经来到了她身后 艾玛善善地说自己只是好奇 说罢就要离开 可老师却直接把她拉进屋子 进屋后她紧张地询问艾玛 是否是独自前来 并说她和艾玛才是一伙 千万不能相信其他人 而这时米拉也感到门口大声呼唤 老师赶紧捂住艾玛的嘴 米拉以为艾玛已经走了 于是也离开了 等窗外没有动静后 老师说自己今天要告诉艾玛真相 可突然 两人身后闪过一道黑影 下一命 黑影直接开着瞬移就和老师打拖子 但没想到的是 年迈的老师竟能和对方打的故乡上下 甚至很快便制服了对方 黑妹被吓坏了 她觉得老师一定是坏人 于是鼓起勇气捡起地上的棒 就朝老师打去 想帮黑一人 但很快她也被老师打虐 而等她再次醒来时 已经被老师带进了地下室 这里生长着大块黑色的针菌 还有类似包子的白色发光体 老师取下其中一个朝艾玛走来 艾玛想反抗但是没有用 老师把珠子放在了艾玛的脖子上 而下一秒 艾玛就来到了一处满是紫色极光的诡异空间 老师望着艾玛的眼神竟满是慈爱 这时地下室外传来打门声 艾玛回到了地下室 他看见老师拿着刀直接朝自己扎去 诡异的是他的血竟是灰白色 而这时门也被撞开 进来的正是刚才的黑衣人 他一把提起艾玛 看见艾玛流的是红血 于是便放开了他 艾玛赶紧亮亮呛呛地逃了出去 而黑衣人则开始疯狂地翻转什么东西 原来黑衣人是外星人 来地球是为了追杀他们星球的判断 而黑衣人什么也没找到 最后只能也离开了这里 而第二天 艾玛本以为物理老师的死会查到自己头上 可没想到 除了学校来的一个新物理老师以外 竟然什么都没有发生 他再次来到地下室 可这里已经焕然一新 物理老师的尸体和诡异的真菌 则已经消失不见了